与其他类型的机器人相比 电缆驱动的并联机器人有几个优点和缺点 优点 1.重量轻 电缆驱动并联机器人的主要优点之一是他们比串联和并联机器人中的固定联杆轻得多 允许使用很长的电缆而不增加机构的尺寸 因此,电缆机器人末端执行器可以实现高加速度和速度 使他们能够在非常大的工作空间,例如体育场中工作 电缆驱动并联机器人,简称电缆机器人 电缆悬挂机器人 线驱动机器人是采用柔性电缆作为执行器的并联机械手 每条电缆的一端缠绕在有马达扭转的转子上 另一端连接到末端执行器 电缆机器人的一个著名例子是Skycom 它用于移动体育场内的悬挂摄影机 电缆驱动并联机器人的工作空间是在所有电缆都处于拉力非复力状态下 末端执行器可以施加所需扳手力和力举向量的空间区域 许多研究工作都集中在电缆机器人的工作空间分析和最佳化 电缆机器人可以透过在机器人结构中添加电缆来增加工作空间和控制能力 因此,冗于在缆绳机器人设计中扮演重要角色 然而,分析工作空间并获得冗于电缆机器人的正电缆张力可能很复杂 由于问题的复杂性,分析工作空间并获得冗于电缆机器人的正电缆张力可能具有挑战性 一般来说,对于冗于机器人,可能有无限个解 但对于冗于电缆机器人,只有张力向量的所有元素都非复杂 解材是可接受的 找到这样的解决方案可能很困难 特别是当末端执行器沿住轨迹移动并且需要电缆连续且平稳的分配张力时 文献提出了解决此类问题的几种方法 基于粒子群优化PSO方法 引入的通用冗于电缆机器人沿轨迹球连续光滑解的计算方法 是利用PSO演算法解决沿轨迹球连续光滑解问题的方法的通用冗于电缆机器人 PSO演算法是一种基于族群的随机最佳化演算法 其灵感来自鸟群或鱼群的社会行为 在PSO演算法中 每个粒子代表问题的一个潜在解 每个粒子在搜寻空间中的位置代表问题的潜在解